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小精已在路网爆红一段时间 近日还登上微博热搜榜 除了一身健壮肌肉是亮点外 还被起底是人气女星杨幂的亲大伯 身份已曝光 更是成为大家讨论焦点 杨幂君 16日现身代言活动 被问及大伯爆红一事 巧妙回应孝番网友 据路媒报道 杨幂君出席某品牌活动 媒体纷纷问他对于大伯登热搜的看法 没想到他搞笑爆出 一句 大伯可能是买的热搜 调皮又幽默的回应 热笑现场所有人 另外 他和赵又婷主演的电视剧版 三双三世十里桃花 令双方人戏在攀高峰 而他把 白浅 一角演绎得十分精彩 往上排出现 杨幂之后再无白浅 令部分 电影榜白浅 刘未飞的粉丝不满 对此 杨幂谦虚表示 这句话不是我也不是我们公司说的 之后也会去关注电影版 三双三世十里桃花 欢和两边粉丝 尖的战火 罗佩颖必战 不陪你玩 历经赛乡 道歉之磨难 东区罗姐 罗佩颖与 麻辣天后 历经的 红鞋之争 持续延烧 针对历经三度 挑战 罗佩颖稍早在脸书发文表示 做人层级要拉高点 远离是非 不陪你玩 我自己玩得 得 忙得很 而历经则再度在脸书叫战 直指罗佩颖说谎 罗佩颖在脸书写道 我的为人大家都清楚 不必多做自我介绍 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 早就不相往来 那人 无端又生非 没联系哪来的对话 是谁玩最黑社会 搞不好真的黑社会 还怕脏了他的手呢 有时间多做点有营养的事 做人层级要拉高点 远离是非 不陪你玩 我自己玩得 得 忙得很 随后历经又分享另一篇报道 在发掌文指控罗佩颖说谎 很酸 道歉之磨难 重提当年 燕辉刚 以及 瓜品 赠礼事件 直言他谎话连篇 最后撂下一句 造孽是要黄的范冰冰看过来 李晨 三年想抱三宝宝 中国大陆女星范冰冰 与男友李晨 自恋爱以来非常甜蜜 不仅频频放闪 还不时传出好事件 但两人一概否认 不过 李晨日前 却在节目中公开承认 三年要抱三个宝宝 那想法 综合新浪娱乐与多家港媒报道 李晨日前参加综艺节目 约大 大明星 与上海举行的记者会 被认识多年的大陆歌手 好友袁成杰催婚 袁成杰在活动中邀李晨 三年抱撒 只三个宝宝 李晨也爽快回应 并表示 借你起眼 希望你的祝福成真 此外 袁成杰大赞李晨 与十年前 相识时相比没有变 我还以为他会大牌很多 没想到为人处事也一直没变 身材也是 十年前他就是六块腹脊 现在估计也是 凤凰娱乐报道 范冰冰冰与李晨 2015年5月29日在微博上公开两人恋情 当时 范冰冰与李晨几乎同时在微博上传两人的合照 并都留言写道 我们 这 是他初到18年来第一次对外公开恋情 范冰冰2014年和大陆男性黄晓明宣传电影时曾表示 只要黄晓明结婚 他就公开恋情 果真黄晓明和Angela Baby 杨颖 2015年前交领证 范冰冰后脚就公开和李晨的恋情 黄晓明也被封 神助攻 黄晓明本人当时也准发李晨微博邀功写道 不用谢我啊 晨儿 其实 范冰冰与李晨过去相识已久 却少有合作 直到2014年底 合作的电视剧《五妹娘传奇》 开播前 才开始微博频繁互动 当时 外界恋声传两人在交往 直到半年后双方才公开恋情 两人公开恋情后结婚传言不断 更曾传出两人2016年元旦会在中国大陆海南省 三亚完婚的消息 但至今仍未成真 而面对外界不断追问何时称为 李太太 范冰冰过去受访时表示 缘分到了 自然水到渠成 罗佩影必战 不陪你玩 历经赛枪 道歉之磨难 东区罗姐 罗佩影与 麻辣天后 历经的 红鞋之争 持续延烧 针对历经三度 挑战 罗佩影稍早在脸书发文表示 做人层级要拉高点 远离是非 不陪你玩 我自己玩得 得 忙得很 而历经则再度在脸书较战 直指罗佩影说谎 罗佩影在脸书写道 我的为人 大家都清楚 不必多做自我介绍 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 早就不相往来 那人 无端又生非 没联系哪来的对话 是谁买嘴黑社会 搞不好真的黑社会 还怕脏了他的手呢 有时间多做点有营养的事 做人层级要拉高点 远离是非 不陪你玩 我自己玩得 得 忙得很 随后历经又分享另一篇报道 在发掌文指控罗佩影说谎 很酸 道歉之磨难 重提当年 燕辉刚 以及 瓜品 赠礼事件 直言他谎话连篇 最后要想一句 造念是要黄的 老了